然后,你知道我平时爱杀三放一的,我故意放他走的 哦,这个点拍照 全力以赴 必须全力以赴,每把都全力以赴,必须全力以赴的 好的 绝不可能放水的,棍水摸鱼的 这个点先找先知啊 不是,这个点怎么没有先知,刷楼上了吗不是 刷楼上就有点抽象了吧,我感觉 没有 没有,那坏了,那就是我自己的问题了,我没找到 有点瞎呀,大帅这波 我靠,我服了 不可能刷楼上的,这毒洞 那这个等于说,多浪费了将近30秒的时间 对,浪费了一波走上楼上的时间 而且这一波,讲真哦 第二个金枪都不一定能砍得到 就算砍到了,这个先知挂不起来了 挂上的话,有捡他的机会,但是图在大了 我也不一定能确定能捡到 所以我更偏向去砍这个镜像 看到拉拉队员了 这拉拉队员还下了块板子就砍不到了是不是 板子得踩掉 来得及 来得及,能来得及 好 有没有一波运气流的说法 先知倒在这附近啥的,有没有这种说法 这个不太好说 以我现在的 我现在看一下这个电机有没有修过 回来读洞看一下电机有没有修过 修过一丁丁 这边看到一个拉拉队员 那好哥哥应该要闪他了 那他有两个那个道具也不一定那么好闪的 而且我也没有回拍 把他骗下来看能不能骗到 白给自己闪现了 好漂亮 他白给了呀,白给我肯定要闪现了 这里的话直接牵 你不是你怎么年代还开汽油舱啊 真当以为我手术慢还是什么的 太抽象了 你们不能把我 把好哥哥当成是潘大帅呀 不是很舒服拍张照 对啊,而且我带了系统的呀 大帅 我带了系统怎么可能会 除非就是说我在牵的过程中 被他给那个 打下来 但是我是已经牵起来了 那这波谁救一个问题 我觉得是前锋吧 这波得防他撞救啊 墓地里面有一个人在修机 不知道谁 这边一条脚印前锋来了 就有点怕他补撞嘛 里面应该是个娃娃了 里面是个娃娃确定 你看他的非常准确 肯定是个娃娃 假装追他 假装追他 实际上追他 拉队员也不好追 这里逼他拉球 拉个短球你闹的哥们 这波其实就是堵他不敢拉长球大帅 这波堵他不会拉长球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他 你判断他会看到你拉球 你判断他看到你转牌是会回去的 所以说他拉个小球 对对对 他拉小球那么我就杀他 如果他不拉小球 那么我们就回去守心一下 是这样的 玩的就是一个心理战 对那这波拉队员有没有人救 目的的话是一个娃娃 被人救了 不知道谁救了 幸运儿吧应该是 看一下 这里 这里回去守 只能守了 闪现61秒 现在没有任何的资本去留任何一个人 没有技能啊 走递递 他有没香水 好像没香水 飞轮很秀 哎呦 这刀打中 差点变身 追前锋吧 49秒的闪现 只能等这个49秒了 这个时候外面还有一只鸟 不过这把还好就是没有冒险家 是的是的 这时候还有一只鸟 我有一个闪现 他拉不拉球 一个抽刀 怎么说 他这波走我也失误了 他这个拉球拉的 有点过头了 你知道吧 对对对对 我感觉到了 他其实拉到这个板子这里就可以 第二块板子就行了 但是他拉球都过头了 那我就给了我一波机会 这波我觉得他这波失误给到你 应该是这局三针四了 对 以你的操作我觉得 这个局如果在观战当中啊 就 但凡求生者出现平局 就好哥哥出现重大失误 嗯 那我现在觉得就是说 这两波球 这两波都是求生者的重大失误 就是这个 前方一直在给机会了 简单 哎 闪现打出去 闪现打出去 不要给他静静一下拖 拖这个时间 因为这个静静时间太久了 好的 这波就是 这波也是堵 他反应不过来 先知你要给不上 对 因为我距离离他有点远嘛 平衡离他有点远 他可能堵不到我闪现 然后拍照的时候 这边好像是有个拉拉队员的 我稍微找一下 哎呦 这波被你判断到了 因为我看了他从这里过来救人了嘛 我现在想法是干嘛呢 我现在想法是双挂拉拉队员和中场的这个 中场的这个叫幸运儿 但是时间来不及了 我来不及了 没办法双挂了 那我只能挂拉拉队员了 挂拉拉队员 然后现在干嘛呢 提前去 呃 堵拉拉队员的位置 呃 我想一下 他会在哪里 我觉得他可能会倒在哪里 我觉得他可能会倒在哪里 我就直接说 我觉得他可能会倒在哪里 我觉得啊 他应该会拉一个远一点的点 那么 先知在这边卡我是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想要卡你的这个转牌 我看到了 我也看到了 不好意思 直线剪尸 非常远的位置 我看到他了 以后不要穿白色的皮肤 要不然会不会我看见 啊 这这这这波他倒的这个位置其实挺好的 但是 对 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地 对 这种空地 我就等于说是穿魔看到了 现在谁可以救人 只有先知套鸟可以救人 先知套鸟救人 大帅 而且独动的电击 有点难顶 有点难顶 这个时候我应该干嘛 我切插眼 一般人不会这样做 但是我会这样子做 切插眼吗 对 一般人不会这样做 我直接切插眼控制在电击 然后先知要过来交鸟救人 这台机子先压住 也就是说这这轮你切插眼的话 就这波一定要针对到这个拉拉队 或者说救不下来 他们不救了 先知失误了 不救了 他这波不救的话这个局不就 赢了 赢了 已经赢了 但是我为什么切插眼 因为这台电击80了 我要在人机同时 我要守人的同时守住这台电击 所以我为什么切插眼 原因就在这里 一般人不会这样做 因为他觉得电击太多了 切了插眼他留不住人了 对 我也会觉得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就是 先知那个 金鸟要修这台机子80 他修了 那先知这台机子修不掉 先知过来救人 其实 应该机子也亮不了 就这个拉拉队员 除非他们救不下来 现在担心 就是切插眼 刚才担心的一个点就是什么 切完插眼 先知套鸟 拉拉队员加速走了 先知也留不到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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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对自己的操作有足够的信心 是这个意思吧 对 我切插眼 其实就是为了守住在电击 因为电击80了 太多了 我只能切插眼了 这先知倒楼上了吧 好像 倒楼上了 然后现在就是说把先知捡了 然后用插眼去追一个有可能有护腕 可能有什么道具的信员 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 这把的话这个信员的位置 这把我只能说前锋给机会了 大队 给很大的机会 对对对 而且给了两次机会 对 而且直线剪是这一波也 这就不是直接 这解释属于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机会 对对对对 因为拉了队员的话 其实我觉得心里有堵他一个方向的嘛 因为如果说 我心里没有他的位置的话 那我是不是就往 往墓地那边去了 对吧 所以说我是 有猜测到他可能倒在这个方向 然后我去 我现在在想 幸运要是摸了个 摸了个怀表 我怎么弄 很尴尬 这个幸运 我可以给你透露一点 他很强 嗯 他很强 我不管他强不强 他反正是S牌的舞女 我也没有把他当 我的意思就是他现阶段 手里面的东西很多很强 没事 我就当他很强 他可能是怀表 他也有可能是双蓝飞轮 他也有可能是护腕 但是无论如何 尽最大的可能拦住他 如果拦不住 那没办法 说明他道具太多了 对吧 没办法 我看一下 我觉得现在最 最恐怖的是什么 是怀表 等一下 他站在上面了 这波是我故意放他走的 大帅 因为我知道 墓地里面 是一个娃娃 然后 你知道我平时 爱杀伤放一的 我故意放他走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